上海疫情再起 官方说26号新增两例确诊病例和14例无症状感染者 实际情况不明 宝山区和阳浦区画出大片高中风险区 多个小区再次遭到封恐 7月27号 上海区汇区紫藤院小区被封恐 小区周围被围上木板隔离墙 同时 在宝山区通往嘉定区的路口 当局设置了绿色隔离栏 很多民众被关卡堵住 无法通行 26号 上海宝山区绑岭信息港17号楼突然被封 有的民众被封恐在公司 无法回家 7月25号 在上海北宗村岩江巷 大把车排成长队 拉人去隔离 与此同时 上海疑似正在扩建隔离点 崭新的双层隔离建筑一眼望不到头 中共的一轮轮封恐引发民怨 没完了 这里又被封了 直接宣布封七天 此外 被指示中共病毒来源地的湖北武汉 再次出现疫情 27号 武汉江夏区主城区实行三天封恐 在河北 多地启动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常态化核酸筛查 每户每周至少一人参加核酸检测 中共当局无休止的封控措施引发民怨愤怒 在不公对待下 反抗强权的举动越来越多 网传一段视频显示 一名身穿红色羽衣的男子持刀夺下 警察手中插撞盾牌后 一手提刀 另一只手提插 逼得警察步步后退 视频在网上发酵 网民一边倒地对这位男子表示声援 新唐人记者赵凤华 王慧综合报道